说不清离开乱指尖真情 心情在纷乱的城市寻觅 喧嚣终何处站立 爱的错错得清 难尽了 什么 您说什么 苏玉音 是替何赵海死的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何赵海 我就是老天爷都帮不了你 这花呀 怎么回事啊 送给你的 喜欢吗 你不是明明知道我最讨厌玫瑰花了 会送玫瑰花的 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才送给你 我想干什么 一到早上想起来吵架 不 我不想吵架 事实上 像这样的日子我过累了 再多一天我也受不了 你在说什么呢 你再跟我说一遍 来 怎么样 看 没想到 没想到 我在拼死拼活赚钱的时候 你是这样做妻子的 虽然 虽然这么多年 我是靠你们丁家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但是感情上 我是问心无愧的 我对你一直是忠诚的 就算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丈夫 至少我没有出轨啊 你呢 你是怎么对我的 这就什么呀 这哪个混蛋王八蛋有没有拍的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你不用狡辩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你都看出什么来了 我告诉你 这张 这张 这张是我喝醉的 他送我回家 还有这张 这 这根本就是当时我们在吵架 哪个王八蛋给拍成这样的 非逗了他不可 你跟别人交往的细节我没工夫听 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了 丁心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要跟你离婚 你要记住 你要时刻地记住 这家是我的 不是你的 是 我知道 我说话的时候 你不要试试打断我 不礼貌 你只是一个房客 房客知道吗 既然是房客 就要按照人家房东的规矩做事情 按照人家房东的习惯办事 知道吗 可以说话吗 说话呀 知道吗 知道知道 不要知道知道的 拿本记上 还要记啊 那当然了 没本是吧 我早就把你准备好了 不用了 妈 你要相信我记忆力还可以 我知道你是大学生 有文化 可有句老话说得好 好记幸福如乱闭头 叫你记你就记吧 好 我记 第一 第一 我这个人哪 睡觉轻 特别特别的轻 轻得无法想象 哪怕一根针 掉在地上 我也有可能醒过来的 是 所以说呢 你多早多晚 静静处处 动作要轻 不能动出声音来 你轻得像做贼一样 好的 做贼一样这不要紧 哦 第二 我不喜欢人家动我的东西 我摆的东西啊 哪怕是一张凳子 一个沙发靠垫 一条针 一条 一根针 一条线 也不能乱动 好 好 你要用的话 哪拿哪放 要有规矩 我要用了 一拿一按 东西不在了 烦不烦呢 多讨厌呢 是是 那东西要是烂了或坏了 能动吗 我们家就不会有烂的东西 在这儿来 哎 哎 喂 这是酱油老酒醋 哦 米罐在这儿 知道了 这些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看好了记住了啊 家里面就你一个壮老李 缺什么什么没了 要主动想到 主动拿进来 别让我提醒 好 我年纪也不轻了 要让我去照顾你们父子俩 说不过去的 妈 以后这脏活累活我全包了 你看怎么样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别到时候在背后 再让人说我拿了钱 你还让人换活 我这个人啊 最怕人家说我闲话了 不会的嘛 放心吧 那我看就这样吧 我家里面一个礼拜来一次的终点工 就辞了不叫了 可以我全包了 不能光动嘴鼻子 要看实际行动的 是 还有啊 你也看出来了 我这人爱干净 好习惯 你应该也看到了吧 是是好习惯 所以说啊 你这个职业 在外头开车 开一整天的车 你想你身上会有多少细菌呢 是 那是成千上万的 是是是 可能还 不要是是是 别打断 可能还不行 还是诚意诚意的 所以说你回家来以后 要把外衣换点 换成家里穿的衣服 没换衣服以前 绝对不能在沙方上坐下去 听到没有 我问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 我记得 听到你说话呀 好 好 特别微微年纪小 抵抗力差 你不能随便抱他 这也不行 那当然不行了 万一细菌感染了 头痛脑热生病了 你负责呀 好 按你说的办 换下来的衣服 用手洗吧 不要洗衣机 哗啦哗啦哗啦 一天到晚的多少水呀 放心吧 我有得试劲呢 不是我可可 现在这水电煤啊 天天涨着 就我那些退休工资 不够花呀 妈 你放心 我不会白住的 爸 爸 爸 你看你看 刚刚说你就忘了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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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要跟妈妈在一起 抱抱抱 等你抱过了 把外衣脱下来 外婆给你消消毒 好 好 好 谢谢啊 好 再见啊 你好 请问去哪儿 李师路 皇家咖啡馆 看什么看 快走啊 小姐 你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董张希望的 你要找哪儿啊 小姐 这咖啡馆这带我不太熟悉 你能告诉我吗 好 嗨 跟你说话呢 你 你一直执行 然后 到前面 第二个红绿灯 进俘路 然后左拐 是左拐吗 开你的车吧 还能躲啊 左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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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左拐 你往哪儿走啊 你 你干什么你 丁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 玩什么 玩什么 我怎么打扮成这样 你也认得出我 你别管我怎么认出你的 丁小姐 你有什么话就赶快说吧 我没工工陪你在这儿装神弄滚的 我还得去干活呢 你说话能不能轻点 算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吗 你别告诉我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哎 哎 哎哎哎这这 这谁拍的啊 啊 我还问你呢 我怎么知道这 你是不是跟他们串通好了 故意想陷害我 我跟你又没仇没缘 我干嘛要 你什么都装傻 你们两个人 哈哈 不同啊 丁小姐 我确实很 不愿意跟你打交道 我不至于 就因为这点小事跟你过不去吧 啊 而且还有 这种下流的手段 哎 你认为可能吗 这么说 我真的不是你干的 好了 丁小姐 你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对不起 我走了 等等 你还有什么事啊 我要你帮我 帮你 资金到账了吗 太好了 我已经有些按耐不住了 还不行 我不会主动 从中天集团辞职的 我要所有的人 尤其是董事会 和中天最重要的客户们 都觉得我很委屈很无奈 我不会给任何人留下画饼的 放心吧 不会很强 我亲爱的太太 绝对不会让我失望的 你是说有人把这个照片寄到你丈夫那儿 然后他就提出跟你离婚是吗 是 你是想让我去跟你丈夫解释清楚是吗 对 你觉得这种事能解释清楚吗 当然呢 别说我从来没有干过任何对婚姻不忠的事 就算有 也不可能和你这种事 丁小姐 你一个大财团公司的一个继承人 你开动你的脑筋仔细地想一想 你那个老公 也是管理一个集团公司 他连最起码的这种衡量标准还是有的吧 就单凭着这几张照片 然后就能跟你离婚 你不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了吗 太奇怪了吗 你就说 是我老公故意找个理由和我离婚 还不算笨 还不算笨 这不可能 他一定是 被这些破照片给刺激到了 一时半会儿根本来不及细想 他怎么可能跟我离婚 他离了婚他什么都不是 他肯定是 他太在乎我了 所以呢 这是你的架势 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不想评论你和你哪样 我真的 我真的还得去 去干活啊 我知道 你要去干活 我当不让呀 付你钱不就行了吗 不不不 无工不收入 对不起 谢谢 好好好 算我麻烦你 算我求你 来帮我这一次 行吗 来 别 等会儿 在哪里 多少钱 三十八块钱 不用找了 那哪行啊 一码是一码的 六十二码 麻烦你 快点儿 记着 这种事要是心浮气躁 你就完了 好 知道了 小姐 没事 出去吧 等 俊悦先生 他是我带来的人 让他进来 我不是说过 咱们离婚前 大家都冷静一下 别见面 你现在跑到公司里 来纠缠 有意思吗 我纠缠你 毛景峰 你照照镜子 好好看看你自己 你配吗 我丁行荣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冤枉我 我没干过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承认 我更不可能背黑锅 我今天把这个人找来 就是要当事人亲口告诉你 我跟他之间 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那些狗屁照片 根本就是有人在诬陷我 你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 对 是我 好 我倒想听听 你怎么说 我来 你误会 我来不是要说什么 我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来请我帮你忙 对 要不是你猜的 我还不知道我被偷拍这件事呢 而且还引起这么大的误会 我现在发现 我现在也是一个被害者 所以我想请毛先生帮我调查一下 干这件事的人是谁 然后呢 告他 告他侵犯个人隐私权 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而且还得 负法律责任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何赵海 何先生 你说你也是受害人 你叫我帮你找出谁偷拍的这个照片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事实呢 毛锦锋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丁小姐 让我把话说完 毛先生 是不是事实 这谁也说不好 也没必要解释 现在这个行政手段这么发达 就从那些照片上 就直接可以找到偷拍人那个线索 如果毛先生要认为我是撒谎 或者你嫌麻烦的话 那咱们现在 就可以准备到工法报警 然后 帮大家一个请吧 好吧 去这家庭小事 不用浪费警力了吧 哦 那毛先生 是答应帮我这个忙了 是的 但是我倒想知道 如果你说这些照片是偷拍的话 那为什么你 跟我太太会同时出现在照片上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我恰巧从酒吧街路过 你太太从酒吧里出来 被人抢了 就在我面前 我如果不救呢 于心不忍 救了 救了 结果就是 他吐了我一身 然后把我扯到警察局 诬陷我抢他的钱 这像他的风景 毛先生 我今天还想跟您说件事 我来到上海 第一份工作 是被你太太吵的犹豫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直言不讳 我讨厌他 我很讨厌他 是吗 你听清楚了吧 事情就是这样的 有必要揪着不放吗 有没有 谢谢你和先生 麻烦你跑我一趟 没事 是 但我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 不要再发生 一定 一定 毛景峰 你也想就这样把人打发走 就算完事了 你误会我 还拿离婚协议书来羞辱我 你想随随便便把人打发 就算完事了 小如 我这是在外人面前给你留面子 你给我留面子 我做错什么事了我需要留面子 我不需要 倒是你 现在事情已经清清楚楚了 你好好想想 该怎么跟我赔礼道歉吧 我告诉你 这次不是你说两句对不起 我就可以原谅你的 我今天所有受的委屈 我必须全都要 我是不会道歉的 对不起何先生 让你看笑话 丁信如 我提出的离婚 是不会受毁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忍你忍了很久了 照片上的事 不管是真是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婚务离定了 不管任何事情 都不能改变我的决定 你再说一遍 我要跟你离婚 你 我不想跟你勾下去了 别别别 有话说话 别动手 何先生你看见了 像这种女人 是男人都受不了的 丁信人 我讨厌你 我从来没有真心爱过你 是的 我毛景峰能有今天的成就 全靠你父亲的提拔 但也有靠我自己 完命打拼换回来的 仲天集团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 不是你丁信如的本事 全是我毛景峰苦干来的 我做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我做得问心无愧 如果没有我 没有我爸爸的提醒 你再有本事 你做到了总经理的位置 这就是你我之间最大的问题 你永远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永远觉得自己是在施舍 你觉得自己是个上帝 你当我是一个丈夫 是个有尊严的人吗 你没有 你把我当一条狗 一条你喜欢时拍两巴掌 不喜欢时踩两脚的见狗 我也有感情 我也有爱好 我也有权利发怒的 可你尊重过我 在你们父女俩眼里 我只不过是你们丁家挣钱的机器 什么丈夫 什么总经理 只不过是套在我脖子上的项圈 你们以为用中天集团这根牵引绳 就可以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们错了 我过腻了这样的日子了 我再也忍不下去 在你身边多待一分钟 我都觉得恶心 你有必要这么委屈吗 当初谁追求的我 谁跪在地上求我嫁给他 我骗过你吗 我隐瞒过吗 我认识你的时候就这样 我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就算我丁心如 我从头到尾全都是缺点 我逼着你娶过我吗 你忘了你结婚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天发誓 把他走的时候 你是怎么答应他的 所有的一切你是忘了 还是所有的一切 根本全都是谎言 不管我以前说过什么都不重要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时间能够改变一切 现在我不爱你了 我不想再跟你继续生活下去 只要能离开你 不管怎样都可以 老景峰 算你狠 好 我告诉你 没有你 我这样可以过得很好 你不能哭 你不能哭 绝对不能哭 你不能哭 铁心 我讨厌你 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你 我过腻了这样的日子 我再也不想忍下去 在你身边多待一分钟 我都觉得恶心 想离开你 不管怎样都可以 你没事吧 我送你回去吧 他凭什么叫我对我 他凭什么 算我做事 怎么了 落下东西了 给我滚 马上给我滚 我还是这公司的总经理 总经理 我让你当你是总经理 我不让你当 你就连一坨垃圾都不如 从现在起 你跟中天集团 不再有任何关系 我要让你彻彻底底地滚出我的生活 我料到你会这样 撒泼打魂 用你是这家公司继承人的身份 为所欲为 哼 这是你的专长 哼 小柔 你真的做什么 都不会让我感到意外 哼 可无人 可は 我是キě 男俩 学生 我 还心事 手 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